是在蛆虫药 我们现在呢 把它从蛆虫药当中 放在了这个轻蕊解毒药 而且功效里面 把蛆虫都去掉了 去掉了 所以我们首先来讲 它的第一个功效 轻蕊解毒 轻蕊解毒 它可以用于疯蕊感冒 或温蕊病的 各个阶段 当然主要是初期 主要是初期 这个呢 完全是 现代研究的 一种 这个 型的应用 因为也是 管中有比较明显的 抗病毒作用 那么这一类的 都是病毒内的病症 由于不管中药西药 对病毒内的疾病 有效的 有特异性的药 很少 很不理想 很不理想 所以有一定效果的 抗病毒药 就受到充分的重视 不但中医重视 那么西医药当中 也是普遍的重视 所以过去这种苦寒的药 一般是没有用于表证 和温蕊病的 未分阶段的 现在呢 它不是从中医的理论 这样子来配偶 是根据现代的 药理学的研究 当然有一定的道理 所以现在很多 临床医生这样用 很多新药 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广告上的 比如说抗病毒冲剂啊 这一类治疗感冒的 里面都有管重 所以它完全可以用 可以说是一个发展 发展 那么它也能够量学止学 量学止学 那么除了温蕊病 仍如云学 更多的它是用于一般的 杂病当中的血液忘形 在对众多的血液除血症当中 它最好的是用于 妇科病的出血 对妇科病的出血症 为什么呢 它对子宫 有很强的收索性 那么这个子宫收索 它除了全身性的 子学的疗效以外 它还局部 有一个机械的压迫 压迫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手 有一个口刀 割了一个口出血 我们用力把它压住 那血就不出来了 那集结的 那么这个子宫收索 收索力增强了 那么可能有利于止血 所以按照传统呢 这对苦寒的药 对于产后也不多用的 所以现在不但用于血液的 奔漏月经过多 产后的出血多 有的妇科医生在房里面 也用管重 就是取它这个 收索子宫的这一个特点 它应用在这方面比较广 另外我们就来说一下 卫生膜这里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